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17集 灵溪宗众人此刻神色如常 可有不少人心中冷笑鄙视 按道白小桃强悍的地方不是修为 不是战力 而是他的祸害之力与担忧 这夜葬一看就是个只知道杀戮与推演的魔头 怎么能和白小桃去比 他们二人如果切磋 这个夜葬一定被白小桃玩死 两个人若是站起来 白小桃只需扔出一枚担药 就可让这夜葬死无葬身之地 张大胖更是轻蔑地扫了一眼前方的夜葬 白小桃有些尴尬 扫了眼灵溪宗众人的表情 他不用猜 也都能想到这些人的想法 此刻内心感慨 有些郁闷 两个身份真头疼啊 都怪我 都怪我 太优秀了 白小桃摇头 叹了口气 许妹将唯唯一笑 没有去接送君晚的话 而是带着血熙宗的众人 简单的看了看紫顶山与清风山 在这两座山峰 白小桃说什么也不去算了 而是跟在后面 任由灵溪宗在这两座山峰上 形成阵阵威术 使得血熙宗的众人心头沉重 对于灵溪宗的强悍 有了一定的了解 直至南岸参观完 一行人去了北岸 北岸这里 不再是许妹相主导 而是换成了冤尾风的老狱 老狱沉默寡言 不惜多话 带着宋君晚等人来到了北岸后 立刻北岸所有战术 齐齐地扬天一吼 吼声惊天动地 形成一股阴宝 扩散四方 使得血熙宗众人 纷纷地心神震斗 面色变化 宋君晚更是双目收缩 看着北岸此刻无数战术的气息爆发 心神越发凝重 尤其是四大山峰的山手 尽管没有出现 可气息的强悍 依旧在这一刻形成了威雅 竟使得血熙宗一行人 无法向着北岸踏入半步 停留在了众道山与北岸之间 不好意思 我灵熙宗北岸不好客 所以以往来出使的宗门都是难按接待 这一次宋长老提出参观一下北岸 让老婆子我实在有些为难了 原尾风老狱 淡淡开口 目中又寒芒善悟 白小春在一旁 也都心惊 他此刻用如今的身份 去看灵熙宗立刻看得更为的清晰 灵熙宗给人的感觉是柔中带肩 外柔内刚 一如南北两岸 南岸柔和 北岸刚蒙 相互结合后 以不同的方式形成威慑 足以震慑一切敌人 宋军晚的面色有些苍白 他知道灵熙宗强 可却没想到强悍到了这种程度 在南岸时 他就感受到了阵法的扩散 以及一丝丝看似柔和 却带着刺的气息 让他多次心惊 如今在这北岸更是无法踏出一步 整个北岸在他感受浑然一体 那些战兽的气势之强 足以让所有欲与灵熙宗开战之人 都必须要做好惨重的准备 而这仅仅是灵熙宗 希望血熙宗看到的 有阴柔 有刚烈 有坦荡 不无可对外 威慑八方 也有底蕴深藏 甚不可测 宋军晚沉默时 他身后的血熙宗众人 也都纷纷不语 一个个心神内 掀起大浪 白小春内心 生起一股激情 他看着灵熙宗 看着南岸 又看着北岸 他心底笑了 目光遥望北岸 白小春想要从那无数的气息中 寻找铁袋的气息 所以 还请血熙宗的诸位 道有见谅 这一次的参观 怕是进行不了了 我血熙宗北岸凑操 战手若有失控 吞杀了诸位 未免不好 冤尾风老玉咧嘴一笑 那笑容在血熙宗众人看去 带着森染 也好 宋军晚沉默片刻 微微一笑 可他话语刚说到这里 突然的 北岸的方向猛然间 传出一声 售吼咆哮 这咆哮之声 直接压过了大半战术的气息 冲天而起 掀起无数波动 在这波动回荡中 北岸的弟子纷纷心惊的发现 他们的战兽 刺客竟在这吼声下 纷纷的身体一抖 全部抬头 发出比方才还要狂暴 还要凶残的嘶吼 就连气势都比方才强悍了无数 轰鸣而去 仿佛是受到了吸引 仿佛是引起了共鸣 此刻全部气势掀起 死后传出后 大地都在颤抖 苍穹直接翻滚 排山倒海 向着血细宗众人所在之处昏明而来 这气势太强了 血细宗众人面色一变 纷纷的退后 宋军晚双目猛的收索 刹那后退时 就连那冤尾风的牢狱 也都吃了一惊猛的看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只见 在北岸四座山峰下 一片单独的丛林区域内 此刻有一道紫色的长红 冲天而起 速度之快 直接掀起 无穷破空之声 直接就出现在了半空中 那是一个身体足有数十张大小 如同一个小山峰般的巨兽 此兽马身 龙头 西林 山甲爪 更为惊人的是 牙齿居然散出了七彩之芒 而头顶的独角 似于天角没隆一样 锋利无比 更为惊人的 是他四个爪子上 竟有紫色的火叶 不断的燃烧 这次火让人看一眼 就会惊心动魄 此刻燃烧虚无时 连成一片 方圆百丈 直接化作紫色火海 而这火海上的战兽 任何人只需看一眼 就会触目惊心 倒吸口气 为之亥然失色 他如同是战兽中的王者 此刻出现后 整个北岸大部分战兽 全部丝吼 气势更强 仿佛 只需这王兽一声 低吼 就会全部冲出 为其征战 哪怕他们的主人 在这一刻 竟也都无法操控 他正是铁袋 白小春的铁袋 在铁袋出现的刹那 血系总修饰 全部脑海轰的一声 纷纷吸气 一眼中露出海燃 与无法置信 尤其是宋君万 更是面色大变 他身后一个血色长老 尸声敬呼 王兽 这怎么可能 居然 居然出现了王兽 天哪 东埋下游修真戒 只有两只王兽 一只沉睡在通天河内 是那只通天神恶 还有一只 则是在大地深处 是一尊死亡之宠 他不是王兽 而是右兽 可他一旦成长起来 就是王兽 从来没听说过 有哪个宗门 可以饲养王兽 血系总众人 全部头皮发麻 奇奇震撼时 白小春也愣了 他揉了揉眼睛 看着那气势滔天 修围上 居然堪比 筑基初期的铁道 整个人有些傻了 他记得 自己离开灵溪宗时 铁道 虽也气息强悍 可也就是宁气九十层左右 而眼下居然到了如此程度 尤其是明显的能看出 北岸的战兽 居然都听他的号令 这一点 白小春当初离开灵溪宗时 也有察觉 可如今却极为的明显 铁道的出现 让冤尾风牢狱 也都事了不及 如今在灵溪宗 铁道的存在 已经是被案崛起的征兆 铁道没有主机时 只是显露出不俗而已 可是谁也没想到 突然有一天 他居然自行的筑机成功 不需要任何人帮助 不需要筑机丹 不需要地脉之气 他就自然而然的达到了 堪比筑机修饰的气势与战力 这件事轰动了宗门老祖 在所有老祖的仔细辨认下 最后全部震撼的发泄 他们当年还是小看了铁道 铁道不是六节血脉潜力 而是达到了七节 而七节凶手 在通天大陆上 被称之为王兽 铁道若能成长下去 若不夭折 那么他日后有极大的可能 成为王兽的存在 此时撼动灵溪宗 而铁道这里 被看中的程度更高 甚至还为他准备了新的住处 可偏偏铁道哪也不去 只留在百首院内 那里才是他的家呀 他很多时候在玩耍累了后 会失落的遥望远方 看到这一幕的灵溪宗弟子 都知道铁道在等一个人 此刻冤尾风老玉心底差异 他不舍得去训斥铁道 可差异这铁道 平日里都是在百首院内 如看家一样 就算是外出玩耍 也不会如眼下这样气势全部爆发 更不用说主动的飞到半空 露出王者的气势 还没等众人心惊结束 就在这时 铁道在半空中再次扬天一吼 朝下火海 轰然爆发 他目中竟露出外人看不到的狂喜 瞬间只本血稀宗众人而来 随着临机 火海扩散 而北岸的磅礴战兽 也都一个个爆发 全部飞起 随着铁道一起 只本血稀宗众人 远远一看 铺天盖地 如同寿巢 使得血稀宗众人 一个个头皮发麻 强烈的生死危机 瞬间套天 宋军婉呼吸急促 哪怕他修为助击后期 可在这一刻 在铁袋身上王寿气息下 竟也心神遗产 灵溪宗果然有王寿 这不是什么秘密 实际上其他人不知道 可他这里身份不同 早就接到了密报 知道灵溪宗 出现了一只王寿 如今在他看来 这分明就是 灵溪宗的又一次威慑 铁袋 你干什么 回来 冤尾风老狱吃了一惊 立刻要去阻止 可却没用 铁袋的墓中 此刻只有一个身影 那是他的父亲 尽管戴着面具 尽管样子改变 可他凭着本能 还是在迟疑之后 认出了对方 因为 那是他这一生 最亲的 亲人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